环球网报道称 据法新社消息称 克里姆林宫28日表示 只要乌克兰投降 俄军再无行动就可以结束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称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基辅可以在今天之内停止敌对行动 让乌军放下武器 遵从莫斯科提出的条件 佩斯科夫说 乌克兰方面可以在今天结束之前停止一切 我们需要以党命令 要求乌民族主义者放下武器 乌军放下武器 俄风的条件必须得到满足 这一切都可以在一天内结束 卫星网报道称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27日曾表示 乌克兰总统子连斯基 在向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讲话时明确表示 他希望缩短与俄罗斯的冲突 据法新社此前报道 一名消息人士称 乌克兰总统子连斯基 27日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在基齐峰会上发表讲话时 要求基齐国家进最大努力 推动在今年年底前结束俄乌军事冲突 他说战斗条件将使乌军反击变得更加困难